你说今天 就讲说刚刚吃青粥小菜好了 这个青粥吃下去 能不能吃呢 能 但是吃下去对你而言 是不是有相对的能量饱足 还是就是一碗青粥扯不上力 你能够珍惜这碗青粥品味其中 如果再用什么样的法再观想一下 哇这里面真的后座力 你很难想象 但是胡伦吞着一碗粥喝下去 就像一碗水喝下去一样 他没有他其中的作用力 那也就是那一碗粥 所以 一样东西啊 是不是可以成就我们 还是取决于我们的抉择 我们的心 所以任何东西在进展上 它就是你心里面的对照 很多的对照 你要不要来面对是你的下一次的抉择 又会奠定了后面的凹铺 所以太多的凹铺 一碗凹铺 一碗凹铺 但我们脑袋清楚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你修行的本领越来越好 真的就是五味杂成的红尘宗室 都是你修行的主题与养分 就一直在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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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把这东西用上 你说你今天喝一碗粥 明天喝一碗粥 后天喝一碗粥 大冬天就哇哇大哭说 我们每天都在喝粥 命不好 别人连续三天喝粥 可能已经喝到天堂去 你喝三天粥 喝出了无限的悔恨 喝出了无限的遗憾 觉得别人吃三尘海味 我只能喝碗粥的你 刚刚不是在讲情绪管理吗 而谁也没想到 竟然后面的吉凶货福 又根据这一刻的input output 影响了后面的答案 那真的是招谁惹谁了 是不是 所以江湖一点绝 是不是 讲清楚说明白给你听 我问你啊 从现在开始要不要 乐观 这个 这个 喜乐的心态 每一天来洗衣人生 要还是不要 要 要吧 所以现在要一下应该很自然了 来笑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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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你跟我同桌吃饭你就知道了 老师笑起来是有点善疤 但笑起来很深的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真的啊 真的是这样的 你不觉得 生活里面很多东西你看看 真的觉得很好笑吗 他看不好笑 你看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看一看就真觉得蛮好笑的 是不是 笑笑一天吗 是不是 所以来到马来西亚 也就是一天一天 真快 但是你看6月20几号 到7月16号 20多天 是不是 再一回想 真像昨天的事 一个旅程都弄完 对不对 回到家 看到 金鱼还在鱼缸里面 还是依然游着 是不是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是不是 过一二十天 那每一天快乐也是一天 不快乐也是一天 那你就快乐点 就像我一样了